6月26日,在上汽集团2017年度股东大会上,上汽集团董事长陈宏回答投资人提问时透露,奥迪已经在上汽大众持股1%,目前,上汽大众的股份由此变更为, 上汽集团持有50%,德国大众持有38%,大众中国持有10%,奥迪股份有限公司和斯科达汽车公司各持有1%,历经波折,中卫缺席虽然,奥迪仅象征性,持有上汽大众1%的股份,但这却意味着上汽奥迪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国内消费者面前。 此外,德国大众集团将其持有的上汽大众股份中的1%转股,给奥迪公司这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却经历了许多波折。 早在2016年11月14日,上汽集团发布提示信公告称,2016年11月11日已与德国大众在德国狼报签订了,在中国制造和销售奥迪品牌产品,销售奥迪品牌进口车,并提供相关移动服务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上汽与奥迪的计划,除了公告中所述将在双方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有限公司引进奥迪品牌产品进行生产和销售,并向中国消费者提供新能源汽车,就智能互联移动出行服务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外。 双方还计划成立由奥迪和上汽各占50%股份的上汽奥迪销售公司,这将成为奥迪在华第二家合资公司。 然而,上汽奥迪先是受到一汽奥迪的经销商们的联合阻扰,以书面形式发出了书面照会。 照会内容,称新的销售公司成立,将对奥迪品牌经销商现有渠道造成损害,要求厂家给出明确说明,并要求维护奥迪品牌经销商的合法权益。 随着整个事件愈演愈烈,奥迪花费了2017年这一年去化解这场危机,可就在前段时间,奥迪又被爆出上汽奥迪项目坚定的推动者,CEO鲁伯特施泰德,Rupert Steller,因大众排放门事件被捕。 这给刚看到曙光的上汽奥迪项目,蒙上了一层阴影,好在经历一番磨脉后,上汽奥迪虽然迟到了,但总算没有缺席,主打新能源,相约2022巨西,上汽奥迪第一款车型,或将在2022年初上市,而这第一款上市车型,必将是一款新能源车。 根据ROADMAKE计划,奥迪将在2025年前,实现全系车型电动化,推出20多款电动车型,并实现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80万辆的销量目标,用奥迪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施泰德的话说,到2025年,每售出三辆奥迪车,其中就有一辆是电动车。 而在2020年前,奥迪将会在华推出包括C7A8L,一双Q5,一双Q2L纯电动版,一双手,Rootback Q4,一双等在内的七款驱动形式,为纯电动或插电式混合电动力的新能源车型。 这对刚正式与奥迪建立合作关系的上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毕竟,在刚过去的5月,上汽在新能源领域销量破万,同比激增380%,今年累计销量达31212辆,超过2017年全年销量的70%, 上汽与奥迪在新能源领域的强强联手,将会逼扑其他车企,在新能源市场上抱团取暖。 再说几句这两年,虽然奥迪在国内市场销量日益增长,但同样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市场的年轻化导致未能去观车化的奥迪地位日渐滑落,降价促销带来的销量,让奥迪的品牌溢价能力越来越差。 曾经豪华车市场当仁不让的霸主已被竞争对手赶上,但随着奥迪入股上汽大众,这意味着奥迪在中国将拥有第二个合作伙伴。 从当前发展状况看,上汽大众拥有国内乃至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基地,本土化研发实力雄厚,将为奥迪品牌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此外,奥迪也将成为凯迪拉克之后,第二个将在上海生产的豪华汽车品牌。 此前凯迪拉克在户国产化取得巨大成功,也为奥迪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模板和经验。 可以说,放眼新能源的上汽奥迪,未来可